嗨嗨,我是夢幻廚房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冷冷的冬天一定要来上一碗的酸辣汤 今天这个酸辣汤的做法呢 可能跟一般市售的做法有点不太相同 会运用到更健康的食材来提酸勾芡 除了热量更低没有负担以外 重点是超级好吃 酸酸的又带点微辣口感的酸辣汤 哇塞,光想到就觉得好过瘾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这个版本是我家先生孩子都爱的版本 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试做一次看看 不啰嗦,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 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解图 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 有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 先来前处理食材 猪肉切成肉丝 我比较喜欢用猪的梅花肉 切好之后我们就来腌制肉丝 加入所有的腌肉材料 然后用手轻轻的抓拌腌制一下 想要口感更嫩一点呢 可以抓点淀粉,上个姜 这样的肉丝口感才会水嫩哦 基本上太白粉,树鼠淀粉或是玉米淀粉都可以 接下来去皮的红萝卜切或刨成细丝 想要用食物处理机当然也是可以 另外是木耳也是切成细丝 手笋也是切成细丝 新鲜香菇切薄片 板豆腐切成细条状 想加入嫩豆腐也可以 所有食材都需要切丝了 就切好丝放一旁备用 另外我也会加上些许的金针菇 反正就是趁机让全家人多吃点蔬菜 金针菇的根部记得剥散 否则一大坨一起下锅口感就不好了 处理好的所有食材 我们就放一旁备用 这个酸的基底来源呢 除了添加的调味料醋以外 我习惯加入番茄 洋葱是甘甜味的来源 我习惯先把这两样打成细腻状 这个当做酸辣汤的汤头基底 除了非常健康也非常的甘甜好吃哦 就把它们打成基底的蔬果汁 接着锅中加入油哦 我们要出锅炒一下 因为番茄红素是芝蓉性的 加入油汁炒一下 营养素才会完整释放 另外边炒一下甜度才会出来 我们就直接中大火 出锅炒香这个汤头基底 还有炒一下 这个颜色会变得更好看哦 酱料炒香大滚之后 我们加入红萝卜丝香菇片 一样补点油炒一下 释放β胡萝卜素 半炒过后呢 接着我们加入木耳丝 手笋丝 一样翻炒一下 我今天用的是小B的电烤盘来炒 没有这样的烤盘呢 就直接用炒菜锅来炒就可以 接着加入金针菇 一样拌炒翻炒一下 我习惯用炒香的方式 我觉得汤头比较鲜香 你也可以直接用汆烫的方式 把所有的蔬菜丝汆烫过后 捞起沥干水分 直接加入煮滚的汤头当中 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炒一下食材 我觉得香气更好 汤头更鲜美 接下来加入肉丝一样翻炒一下 这个之前常常提到 透过梅纳反应焦糖化反应 香气甜度会更好 反正就是把所有的食材下锅拌炒均匀 火力不要太小 至少中大火以上 炒均匀 炒匀之后 接着加入所有的调味料 出锅拌炒一下 让香味都出来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直接加入清水 想要汤头更鲜的可以加入高汤 我是加入清水 光是清水就非常鲜甜好喝 就开中大火 准备煮到大滚 这时候来磨一点日本山药泥 我特别喜欢用这个日本山药泥来做勾芡 顾皮味非常的健康 重点是可以取代用粉来勾芡 又好吃又健康 等到所有食材汤头大滚之后 我们就要准备来勾芡 直接加入刚刚磨好的山药泥 想要汤头更浓郁的 可以着量再增加山药泥的分量 我大概用了10公分一段的分量 接着把整体搅拌均匀 先勾芡再放入豆腐 这样的豆腐比较不容易破哦 真的不想用山药泥来勾芡的朋友 当然也是可以直接用淀粉水来勾芡 大滚之后拌匀 淋上全蛋液 淋入之后我们先不要动它 稍微让蛋液固定一下 起锅前淋上乌醋 撒上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就是酸辣汤辣的来源 喜欢多一点的可以多加一些 还有喜欢更酸一点风味的朋友 可以再多淋上些许的白醋 超级鲜甜美味的酸辣汤大功告成 咯 酸辣汤等你浇作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酸辣酸辣 酸辣酸辣 酸辣 酸辣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 如果喜欢 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在线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毫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跟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咯 YES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